现在最好的单位就是医院 不讲价不打折 看个病吧 排队时间最长 诊断的时间最短 收费的项目最多 会看病的大夫最少 我为啥这么说呢 假如说啊 现在医院全都停电了 所有的大夫 没有设备都不会看病 只能集体放假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不是大夫不会看病 是大夫不敢承担责任 万一判断错误 当务病情 那家属能干吗 能用设备诊断的 就不用人来判断 反正是你消费 你看到过去的大夫看病 先问病人哪不舒服 然后呢 把把脉 看看舌苔 再看看面色 基本就能断定你是啥病 开几十块钱药 回家吃吃就好了 你现在再看一看 你得个小病脑袋疼 又咽血又咽尿 七体核瓷 一顿兆 所有的设备 都得让你体验一遍 比游乐场体验的 那还全面 你得个大病 你就麻烦了 看病关号 手术吃药 先脱关系 再眼尿上泡 没转移 全家欢笑 一旦扩散了 能把你吓尿 那个猪大肠 里面装的全是屎 但是你把它洗得干净 你炒点尖焦 那人都抢得吃 如果饭啊 要是装过屎 就算是你刷得再干净 也没人去用它 对不对 齐脚水 你给谁洗脸 那谁都不干 但是你到那游泳馆 你去看一看 那连单单雨 全在里泡的呢 那有脚气的 有通膜往里撒尿的 还有放屁咕噜泡的 还有一些人 专门在里面干嘛呀 扎猛的 那边憋气的 这是啥呀 这就是矛盾的人生 现实的社会 该吃吃 咱该喝喝 破事别往心里搁 这叫破锅自有 破锅盖 撒人自有撒人爱 车到山前没有路 咱扔了汽车去跑步 散散心 拜拜火 你照照镜子 再还有我 不管你活得多受罪 人生万事要面对 今朝有酒今朝对 没心没肺 人不累 摊上啥事 你办啥事 活出自我精神劲 人生一事 向前冲 跌倒爬起 笑到中